主席各位同仁,我们请部长,毛部长 请部长 部长您好 刚才您提到这个关于高铁的这个呈现的问题啊 那我要给您请问这个现在高铁局在负责的另外一个工程就是这个机场捷运 机场捷运有没有呈现的问题 应该没有 那个局长知不知道 好,是不是请高铁局来说明 好,请高铁局长 那个段维,机场捷运并没有呈现的问题 你们怎么样,什么样的标准叫呈现 所谓呈现就是一个结构体放在那边 它每年都有下线的这个情形 那现在机场捷运 我可以举个例子 没有通车嘛,对不对 我可以举个例子 当初台北捷运在做北投机场的时候 它有这个呈现的这个问题发生 因为它下面有很厚的一个连土层 上面有载重的话 事实上它呈现了 是一直在发生 一直到最近才稍微稳定下来 但是你们机场捷运因为还没有通车 也刚刚才 土建也刚刚才完成嘛,对不对 所以它到底有没有呈现 到目前为止你们没有发现 有没有在做监测 因为我们主要碰到的地层是软力尺层 所以是地层的条件是非常好的 事实上我们在施工阶段都有做一些监测 那事实上都符合我们当初设计的规格跟规范 当然就呈现来讲 刚才讲的是 均匀的呈现我不可怕 最怕的就是差异的呈现 会造成了结构的这个破坏 所谓的差异的呈现是什么 差异的呈现就是有一个点突然往下 就是两个柱子的中间 一个呈现多一个呈现少的时候 会变成很大的一个差异脚变量 这样的会造成结构本身受审 那么轨道可以自行调整的这个差异大概是多少 我想轨道可以自行调整的这个差异性的容许程度 大概顶多五公分左右 对 我所查到 我所问到的是差不多大概两公分 两公分大概是最最小的这个状况 对 所以他现在 现在这个 在这个大概A19啊 我问到了 我有跟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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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相关的单位有查证了 就是他现在在三月的监测 出现三点九公分的下限 你们知不知道 我不清楚 是不是 你们知不知道 你们不知道 那边不是隧道 啊 那边不是隧道 那是桥梁结构 桥梁 对 我说的是桥梁啊 对 所以还没有通车就已经下限三点九公分了 有没有这个 那个完成多久了 S9完成多久了 完成多久了 结构里大概一年 完成一年 就出现三点九公分的下限 那原因是什么 我现在跟你讲 这个是千真万确啊 你不用质疑我 我想我们去了解一下 所以 出现了 完工才一年 所以你们没有办法告诉我说他 每年都会下限嘛 那至少这一年已经下限了三点九公分了 对不对 我想我们先去 确定一下这件事 我跟你讲确定了 委员有资料 我查过了嘛 确定了 我确定了嘛 对 你们的 你们自己的工程 我还要我提供资料给你们啊 不太离谱了吧 不是 我们从我们的监造站位 从我们的顾问公司里面 到现在为止 并没有 那就严重了 对 如果 如果今天 我站在这边所讲的 不是事实 你找我算账 对 如果我所看到的资料 我看到那个监测报告 如果没有错的话 你们谁要负责 我想 委员所提的是不是 散布结构啊 乔两家 span很大的话 他因为 楼顶的关系啊 他会 不是啊 你不要在那边跟我猜测这个原因 对 我就告诉你说 三月的这个监测报告 在那一个点就下限了三点九公分 我跟你说 你不用怀疑我 但是我要问的是 为什么 你们不知道 如果没有这回事 我可以公开跟你们道歉 但是如果 的确是这样呢 为什么你们会不知道 为什么从顾问公司的报告你们看不到 是你们 不敢讲 或者是你们被顾问公司瞒骗了 我想我们到现在为止 没有这个讯息 如果有的话怎么办呢 第一阶段啊 商业运转是什么时候 我想到我们行政院的核定的时程是102年6月 你们行政院核定的时程是1 你们现在开始讲行政院核定的时程 你们去年是讲说今年6月30号 对不对 第一阶段要商业运转嘛 对不对 我们没有讲过这样的这个说辞 你们没有讲过这样的说辞 你们没有讲说机场捷运工程进度超前 你们去年没有讲说8月底前已经完成全线 是是 51公里什么什么的工程 其中三立志 中立志三重路线将于100 就是将于102年完工 然后你们有 在那个之前有对外讲说 今年6月30号 希望能够通车 对不对 我没有这个说辞 那你现在告诉我说什么时候会完工 我想到我们行政院控管的这个目标 102年6月 102年是第一阶段 是 第一阶段要商业运转 那现在呢 有没有把握 我想现在跟委员报告一下 因为我们的基电的同胞产商啊 这个跟他的下包啊 有一些企业的争议的问题 下包指的是什么样 哪一个方面的包商 我想主要是几家啦 一个是轨道的这个下包 一个是机场土建的下包 那因为发生了一些合业的争议 所以造成了一些工程的这个落后 所以呢 所以现在这个土建的这个下包的部分啊 他已经在2月24号 已经跟他解约 解除合约 那现在还没有找到新的这个土建的包商嘛 新的这个专业包商 我们啊 事实上我们这个每周都在盯了 他预定了 近期内他他就可以找到 而且要进场来试作 那轨道呢 轨道的部分 应该大部分已经解决了 因为我们后来又同意他增加了一个新的专业分包商 啊 来来来追赶啊 所以现在就是还剩这个几处的设计 那施工的部分啊 我们现在也全力的在推动中 你们本来照合约 第一阶段是在 100年的2月26号 对不对 照合约了 照合约就是还没有修正 你现在给他公期嘛 对不对 所以因为是之前 24个月嘛 之前是因为这个 那个 盐物料的上涨啊 造成 一半以上的这个土建 不用解释原因嘛 我跟你确认嘛 对不对 所以应该讲102年不是2月了 是1月10号吧 我看到 我看到你们跟你们要资料是1月10号 对对 我们依据这个 因为这个 这个土建包商那个重新 重新招标之后 也不是重新招标之后 也不是重新招标 土建包商啊 找到包商进产之后啊 这个新排定这个事情 那部长你能不能告诉我们 现在讲了这么多 这个从100年 2月26号 照合约 要商业运转 现在已经过了嘛 好 你们又核定到102年 我看到说是到 你们的资料是到1月10号 然后全线竣工是101年的2月26号 就是也过了 好 今年啊 到要到103年的1月1号 那有没有把握 会不会再出任何的 这个 各位网络员 就像刚刚那个局长讲的了 目前就是这个 这个承包商啊 他在 合约上面 出现一点问题了 所以这部分的高铁 高铁局 还在跟他做些 做有关这些 合约上争议的一些处理了 等到争议处理 这个 这个 告一个段落 那么 所以会不会再往后言 你不敢告诉我们 因为他这个 涉及到很复杂的一些 合约争议的处理 这部分合约争议 必须要先确认 解决方案 所以很有 是不是有可能 那到那个时候 大概我们才来 是不是有可能 我们到了这个102年 仍然看不到 第一阶段的商业运转 这个要等到他 这些合约的争议 这个处理 告一个段落 我们才能够 才能够 是不是有这个可能 来做这个判断 是不是有这个可能 这个 这不要提到 我这次提到了 这个地层下限的问题 有没有这个可能 说 往后言 就是合约争议处理完 我们才能做判断 是有可能的 目前大概 我只能这样 是有可能的 对不对 就是合约争议处理完 我们才能做判断 所以合约争议处理完 有可能会延后到 我们102年 但我们希望不要延后 但是我们要到这个时候 才能判断 好不好 我现在目前只能这样讲 能不能请部长跟局长 能够答应我们 无论如何 排除万难 因为政府跟民众 也都答应了 在102年的1月10号 不是1月啦 原来讲6月啦 现在我看到你们的资料 是1月10号嘛 那是7月7月的进度 102年的1月10号嘛 要商业运转第一阶段嘛 好不好 谢谢 好 接下来请李红军委员咨询 谢谢主席啊 主席请那个高铁局还有水利署 请高铁局局长以及水利署杨署长 其实我再讲高铁低层下限 大概应该如果推租的话 至少超过10年了哈 我记得10年 10多年前 也是10年前 站在这个 席费的一个水利署权 请准复